针对当下纷乱的政治时局 外界普遍认定如果首相新人动议 无法在9月7号的国会通过 解散国会还政渔民将会是国家元首 化解这场政治乱局的最后一个选项 然而政治学者指出 我国的宪法其实还赋予了国家元首 折中的解决方案 来避免国家在疫情升温的情况下 举行全国大选 劳民伤财 Pekatan Nasional dan pernah berlaku juga di Perak 马来亚大学政治学者阿旺阿兹曼教授 接受马行社电话访问时表示 首相慕尤丁早前宣布 在下个月召开的国会提成信任动议 是合理的做法 因为这将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 朝野政党长久以来的争论 另一个方法则是以抗击疫情和复苏经济为大前提 各方进行休战谈判 出去共识 以避免在现阶段举行大选 等待疫情和经济恢复稳定后再举行全国选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